习特会促成中美贸易暂时休战 成为20国集团峰会落幕前的最高潮 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行程并没有随之结束 习近平星期天和主办国阿根廷的总统马克里举行会谈 达成两国包括金融和贸易领域在内 共30项合作协议 同时签署90亿美元或大约375亿令吉的货币互换协议 开创中阿新的合作版图 二十国集团峰会落幕之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马布提提会晤各国领袖 星期天在阿根廷总统官邸和马克里举行会谈 期间马克里翻售习近平解放者圣马丁大象链级勋章 还不忘频频给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戴高帽 对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一再强调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 和美国达成90天的贸易休战协议后 如今再和阿根廷签署包括金融 贸易和基建等30项合作协议 强化双边经济和政治关系 同时也进一步扩大神州和南方共同市场成员的自由贸易 中方对阿根廷成功举办20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 表示衷心的祝贺 我们一直认为中阿同为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型市场国家 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 双方将秉持20国集团同州共济的伙伴关系 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共同促进世界的繁荣稳定 与此同时 为了解救陷入经济困境的阿根廷 中国也和阿根廷签署了90亿美元 或大约375亿令吉的货币互换协议 使得两国的货币互换规模扩大一倍 达到187亿美元 获大约781亿令吉